上回苏说到韦小宝,带了苏权这些人坐船到通吃岛,在船上一共一天一夜,第二天下午就到了通吃岛了,等船靠来岸,大家伙上了岸了,在通吃岛上一看,当初韦小宝扎营的遗址还在。 可是,虽然说当时做中进宝障用的这件茅草物仍然没事儿,但是韦小宝心里很难过呀,指挥人马说大将军的威风依然荡然无存了,司权挺回办事儿,立刻吩咐船夫,就把船里所有的粮食用具都搬到岛上来, 又吩咐把船上的帆棚绳索,船尾的木垛全拆下来,也搬到岛上,就放在悬崖的一个山洞里。 美小宝一看, 全姐姐, 我们这些人谁也没你细心, 你这么一办就好了, 怎么呢, 只要看着这些东西, 这艘船开不走, 怎么呢, 也不用担心这些船夫会逃走。 这句话刚说完, 就听在海上远处, 砰! 听声音好像大炮, 六个人大吃一惊, 全都看着大海, 只见海面上白雾弥漫, 陆中一眼看出来有两艘大船, 跟着又是砰! 砰! 果然是船上开炮了。 魏小宝, 吓坏了, 坏了全姐姐, 小皇帝派人撞我来了。 睁老一听, 赶紧就说, 小宝, 咱们, 上船逃走吧。 苏权摇里摇头, 不成啊, 翻躲都在岸上, 依然来不及撞啊, 咱们躲起来, 见机行事。 这六个人, 除了见您公主, 剩下这五个人都是历经磨难, 所以谁也不太惊慌。 苏权好像真是个大姐姐是, 我告诉你们, 咱们不管躲得怎么隐蔽, 终究会给官兵搜出来, 咱们哪, 就躲在那边山檐的山洞里, 官兵只能一个一个顺着小道进攻, 咱们来一个杀一个, 免得他们一用的杀。 魏小宝一听, 对, 这, 这叫个名称叫什么? 啊, 义夫胆官, 望中作变。 空主忍不住就笑了, 哎, 有什么好笑的? 没什么, 笑你呀, 成语用得好, 令人好生佩服。 魏小宝也知道, 明明是自己说错了, 他就瞪了公主一眼。 六个人进了山洞, 苏权就拿刀隔了一些树枝子, 堆在山洞前, 把大家的身形遮住了, 从树枝的空隙往海上看, 看得挺清楚, 就瞧见两艘船, 一前一后, 吵, 笔直的就本通吃倒来了, 后边那艘船不够的发炮, 这炮弹呢, 就落在前边船的四周, 炮弹落在海里, 这水柱就冲起来了, 伟修宝看明白了, 权姐姐你瞧, 这是后边这船开炮, 打前边那艘船。 是啊, 看来不是想捉你的, 这是两艘船在互相打仗。 哦, 两艘船打仗, 真不是捉我的, 但愿如此吧, 只不过他们本通吃倒来了, 如果靠到岸边, 一问船夫, 也会知道咱们在这儿, 非得相信不可, 就像咱们先杀了船夫, 也来不及也没失手了, 是啊, 那么前边这船怎么不开炮啊, 怎么这么没用啊, 最好啊, 前边这船给后边这一炮, 后边这船给前边这一炮, 大家伙, 船都打沉了, 沉入海底, 咱们就踏实了, 大家一边说一边瞧着, 就瞧前面那艘船比较小, 所以他船翻支起来, 又有风浪一吹, 这船, 真快, 突然间, 砰, 这一炮壳打中了, 打到前边这只船上, 围杆就折了, 翻步也着了, 这船啪的一下, 就打过行来了, 跟着就由船上放下小艇来, 有十几个人蹭蹭蹭, 又打大船跳到小艇上, 划着讲, 就离开那小大船, 后边这船往前追, 但是他想上通事到来, 因为随浅不能靠岸, 所以他也下了五只小艇, 前边那船是一只小艇, 后边是五艘小艇, 五艘小艇就追前边这只艇, 前边这只小艇靠了岸, 有十几个人跳上沙滩, 看了看周围的形势, 就听见有人说话, 哎, 看见没有, 那边学岩可以把守, 打架上那边去, 尾小宝一听声音, 这不是师父陈静岚吗, 再一看, 这十几个人顺着山坡, 就奔上山岩了, 走得近了, 头一个人手持宝剑, 站在岩边指挥, 尾小宝看清楚了, 果然是师父, 他一下有点山洞中跃出来了, 师父, 师父, 我是小宝, 陈静岚一转身, 看见徒弟尾小宝了, 也是惊喜交加, 小宝啊, 你怎么在这儿呢? 尾小宝赶紧跑过去, 他突然间一愣, 就瞧见师父身背后中, 有一个姑娘, 明某雪夫, 竟是心爱的阿柯, 阿柯, 他刚过去, 就看见阿柯身背后, 正是郑克爽, 既然看见阿柯了, 后边肯定是郑克爽, 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, 但是尾小宝看见阿柯, 大喜若狂, 再看见这个家伙, 心中腾的一下, 就好像挨了一锤, 他呆了, 站住不动, 就在这个时候, 旁边有两个人叫他, 一个叫, 相公, 这边这个, 尾箱主。 他好像听见了, 顺口答应一声, 又好像没听见, 只是呆呆的看着阿柯, 突然间, 有一只柔软的小手伸过来, 握住他的左手, 尾小宝不游的身子一颤回头一看, 眼泪就流出来了, 原来是心爱的双尔, 尾小宝高兴极了, 一下子把双尔抱住了, 好双尔, 你可想死我了, 这颗心哪, 高兴的都差点要炸了, 就在这刹那之间, 他连阿柯就忘在脑后了, 就听沉浸难说, 冯大哥, 方兄弟, 咱们在这儿守住通道吧。 冯西范跟方姓中两个人齐声答应, 掌重兵人并肩守在通往悬崖上的一条窄道的两边。 尾小宝突然间看见这么些熟人, 哎, 说儿, 你们是怎么来的? 相公, 方姬东大爷带着我到处找你, 遇上了沉寝堕主, 打听你们出了海, 我呀就想, 我想, 我想可能是啊, 你们到通吃岛了。 就在这个时候, 后边船上五艘小艇中的追兵, 已然到了沙滩。 陈济南跟韦小宝这些人望下怎么一看, 看清楚了, 下边儿是七八十个清兵, 每人手里一张弓, 任口填写都对着悬崖。 陈济南立刻传领, 来, 大家啪去。 遇见这些情况, 韦小宝啊, 用不着师父说, 自己儿自立一下, 就躲在一块岩石的后头了, 心说啊, 先别射着我。 这时候, 沙滩上这名清兵的将领, 高声寒嚷, 放箭, 这箭就射向了悬崖, 这边是风启宗, 这边是一箭无血风启犯, 两个人一个掌中刀, 就拨打尤打地下射上来的凋零剑。 冯西凡高声喊嚷, 师郎, 你这个不要脸的汉奸, 有胆子你就上了, 一对一的跟老子我决意死战。 哦, 尾小宝心说, 原来下边带兵的是师郎啊, 这个小子行军打仗, 倒是一把好手了。 这玩意儿我师父要打败了, 师郎不会杀我吧, 因为师郎久在北京闲居, 还是我举荐, 小皇帝才重用的呀, 到什么时候, 尾小宝他也得存了一份私信。 他使劲听着, 这瓶师郎高声喊嚷, 你咬走, 你就下来, 老子单打独刀不怕你。 好, 冯西凡刚咬下去, 陈锦南就靠近了冯西凡。 冯大哥, 可千万别上他的当, 这个人卑鄙无耻, 他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。 冯西凡刚迈出一步去, 听陈锦南说出这话的, 立刻就止住脚步了。 哎, 师郎, 你说了单打独斗, 你为什么要派五艘小艇? 好啊, 你守下的兵把我们那艘小艇偷走了。 臭罕奸, 你叫小艇去接人, 还不是以多为商吗? 师郎在底下一阵大叫, 我说, 陈君士, 冯队长, 你们两位武功非常高明, 师某向来佩服, 常言说得好, 实时务者为俊杰, 我劝你们还是把郑公子带下来, 一起投衔吧, 皇上一定封你们二位, 在朝中为官, 享不尽的荣华, 受不尽的富贵。 一位侍郎当年是郑成功手下的大将, 跟周全斌, 甘辉, 马信, 刘国轩, 这四个人合成五虎将, 陈浸南的是军师, 冯西范武功虽然强, 但是他用兵打仗不行, 他呀, 就是郑成功的卫士队长, 一位侍郎当初跟陈浸南冯西范并肩血战, 九宫患难, 所以对这个两个人, 仍然以当年的军衔相称, 陈浸南他们在悬崖上边, 跟师郎的相聚都有七八丈远, 但是师郎这人身体好, 争气充沛, 一句一句的话, 全都送在悬崖上, 所有的人全听见了, 郑克爽一听师郎这话, 连婶就变了, 他凑到师父跟前, 师父, 你, 你可不能投降啊, 一剑无雪冯西范一回头, 公子, 请你放心, 我冯某人只要有一口气在, 却不会投降满人, 这个陈浸南听见了, 因为陈浸南对郑家是忠心耿耿, 一点二心都没有, 他虽然知道冯西范这个人阴险奸诈, 而且屡次三番加害自己, 要保证张克爽同谋严平郡王世子之位, 但是这个时候, 听冯西范说出这几句话来, 是大意勇然之词, 这边对他就尊重了一分, 好啊, 冯大哥, 今天你我并肩子弹, 说什么也要保护二公子的安全, 平安回到台湾, 好, 那么我冯某自当追随军事, 郑可爽一听, 就跟陈浸南说, 军事, 你要能保下有公, 让我回到台湾, 我一定照顾父王, 对你大大的方赏。 陈浸南微微摇头, 这是属下应该做的, 说着往前走了几步, 在崖边观察下边的敌情, 伟小宝一听, 冲郑可爽一乐, 我说, 郑公子, 对我师父大大的封赏, 倒也不必了, 你只要不封眼无情害我师父, 我现在就多谢你了, 给你一一。 郑可爽瞪他一眼, 伟小宝就跟阿柯说, 师姐, 我看咱不如捉了郑公子献给清兵吧。 阿柯瞪了他一下, 我说你, 这么一见面就不说好话, 又吓唬他呢, 哎, 吓几下玩儿了, 又吓不死, 就算吓死了, 也没什么关系, 这人还好找啊。 气得阿柯, 催了他一口, 突然间脸一红, 就把头递下去。 伟小宝借这个工法, 就问双儿, 双儿, 你们大家到底怎么在一起的? 相公, 陈总舵主带着方吉东大爷跟我出来找你。 我一想啊, 你们可能到统治岛了, 这条道呢, 就我认识, 所以就跟陈总舵主说了, 我们大家上着来瞧瞧, 没想到途中碰巧, 遇见清兵的炮船, 追赶郑公子, 把他的船给打沉了, 我们就把他救上船来, 逃到这儿, 谢天谢地终于见到了你。 说到这儿, 小双儿眼圈就红了。 尾小宝拍了拍双儿的肩头, 好双儿, 这些日子, 我没有一天不记着你的。 尾小宝说这句话, 确实不是口是心非啊, 因为他心里, 重新双儿就是阿柯, 重新阿柯就是双儿, 每天不想上十次, 也得想上八次啊。 而且比较起来, 他惦记双儿比阿柯还要多, 陈静南看清楚下边的阵势了。 众位兄弟, 我看啊, 趁着他们援兵没到, 咱们立刻冲下去, 不然的话, 再增加援兵就不好对付了。 好啊, 咱们大家伙往下冲。 因为这次来到通吃岛的, 除了陈静南, 冯熙范, 冯继中, 阿柯双儿, 还带着天地会的八岗, 郑柯爽守在的卫士三个人, 所以陈静南一回头, 郑公子, 陈姑娘, 小宝, 孙儿, 你们四个人留在这儿, 剩下的跟我冲。 他把手中保肩一举, 同一个就跑下去了, 跟着冯熙范, 冯继中, 还有其余的十几个人, 一块儿往下跑, 其声高喊, 就奔着清兵大队冲去, 这清兵正射箭, 这些人武艺高强, 拿手中兵人拨打凋零箭, 往前就冲杀, 清兵手中弓箭怎么能迎敌, 就即便放下弓箭抽出刀了, 也不是陈静南, 冯继范这些人的对手, 尾小宝一看, 哎, 师姐, 双儿, 咱们也下去冲, 阿柯跟双儿同时答应, 郑柯爽一看, 阿柯要去, 我也去, 大家往下冲, 跑了两步, 郑鹤爽站着, 虽说我可是二公子千斤之体, 怎能下去冒险呢, 哎, 阿柯, 你也别去了, 阿柯没理他, 就紧随在尾小宝的身后, 其实啊, 尾小宝的武功, 可以说是非常低, 但是尾小宝身带四宝吧, 所以他冲到敌阵当中, 他什么也不怕, 因为第一, 他手中这个匕首锋利无比, 第二, 他身穿宝衣, 刀枪不入啊, 第三, 他跟狡难公主学的, 他逃跑的技术相当精妙, 第一次啊, 有小松儿在旁边, 他就不怕任何敌人, 所以他带着松儿阿柯往前一冲, 是见人就杀, 见人就砍, 杀得尾小宝之高兴啊, 嘿, 今天我成了长山赵子龙了, 在清兵当中杀个七出七进, 齐进七出, 大家这一阵冲杀, 清兵是四处逃跑, 传进南一个人就跟师郎两个人打起来了, 因为双方武艺高强杀得难解难分, 房西反跟方济中杀得清兵纷纷倒退, 八十名清兵就死伤了五六十位, 残兵败将就退回海中了, 这些水军水性好, 所以就忙上大船游去了, 这边天地坏的人只是伤亡了两个人, 重伤一个人, 剩下的众将就把师郎团团围住了, 师郎掌中一口大刀, 跟陈进南两个人打得非常激烈, 其人身陷重围, 却丝毫不惧, 魏小宝站在旁边就喊, 师将军, 你要再也不投降, 转眼之间可就成了狗要之将了, 师郎沉着硬干, 对魏小宝的话根本就没听见, 两个人正打着呢, 陈进南啪啪啪连刺三剑, 给第三剑手中啪这么一抖, 剑尖就对准了师郎的哽嗓颜头, 师郎啊, 到现在, 你还不死吗? 你如果投降还可以, 如果不投降就是我剑下之鬼, 师郎声眉道述, 二目有人争, 陈进南啪, 你打赢了, 打赢了就把我杀了嘛, 有什么话好说呢? 我问你, 临死之前你也得交代清楚了, 为什么你背中卖友? 我背中卖友? 君士, 既然你问得这儿, 我问问你, 郭兄弟对我怎么样啊? 这句话也说出来, 陈进南脑子里抓了一下就想起台湾的事情, 因为郑成功跟十郎之间, 他们有恩怨纠葛, 哎, 陈进南是个正派人, 他叹了一口气, 十郎, 平心而论, 国性爷确实有对不住你的地方, 可是咱们受国性爷的大恩, 竟然受了委屈, 要有什么办法呢? 师郎把脖子一挺, 君士, 今天我说句实话, 我看郑家对你也不怎么样, 难道说, 你要让我学岳飞含冤而死吗? 嗨, 你说这叫什么话? 即使你不能做岳飞, 也不能做秦婚, 你逃不了性命也就是了, 男子汉大丈夫岂能投降清兵去做汉奸呢? 我父母兄弟, 妻子儿女又犯了什么罪, 为什么国性爷把他们全杀了一个不胜? 他杀了我师郎全家, 我就要杀他全家报仇许恨。 师郎啊, 你听我良言相劝, 以国家大事为重, 报仇事是小事, 可是你身为汉奸, 台湾的人谁不知道啊? 今天我杀了你, 瞧你有什么面目, 去见国性爷。 好啊, 你杀就杀吧。 是我没脸见国性爷, 还是国性爷没脸见我。 到底师郎性命如何, 下回再说。